鳳梨出口大陸招卡關 是檢疫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聽聽看新北市議員葉原資怎麼看 要先定義一下它到底是一個檢疫問題 還是說我們過度依賴同一個市場的問題 就像我們之前有關於 美國的蘋果要進來台灣 它發現有賭額嘛 台灣也是一次兩次之後 也是說暫時停止美國蘋果的進口 所以有關於台灣的鳳梨上面有戒殼蟲 也是因為有好幾批不斷的被發現 有戒殼蟲問題 所以中國大陸就說那我們先暫停 所以你要先確定一下 到底是不是檢疫問題 那我印象當中蘇貞昌的第一時間 他認為是檢疫問題 那如果是政府認為是檢疫問題 你就好好透過兩岸的這個交流平台 去把這個問題解決 完全執政完全不負責 不管民進黨怎麼出包 總是掐著國民黨打 中國用台灣的品種 來打我們自己台灣的品種 我們希望國民黨 請你記得起來 你曾經你們有多少人 在這當中做過兩岸之間的買辦 執政五年了還在推前朝 沒有最噁心只有更噁心 半導體去設廠 紅海紡織石化自協 過去什麼產業都被大陸學 鳳梨技術是民進黨里長偷走的 一名周姓女子是海南定安人 跟高雄市大寮區翁元里里長一起種鳳梨 2016年5月回海南島種鳳梨 民進黨套路都一樣 先牽托國民黨 執政五年農產品消中國不減反征 收納農產品開行比讚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率領農漁牧業者宣告 2019上半年台灣水果出口達到42億元 比去年同期成長四成以上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在聯署PO照慶功 卸下今年只過一半 但台灣已經打破過去水果出口產值的全年紀錄 三明治大內宣有購會水果出口創新高 八成水果運往大陸完全不敢講 2019年蘇貞昌當院長的時候 大概六七月做了一個圖 在臉書上面做宣傳 一張臉好像很可愛說 注意囉政府呢2019年1月6月 水果的外銷已經達到42.3億 已經超過前一年了好棒棒 那個2019年上半年的42.3億 其中八成多全部水果都出口到中國大陸 敲鑼打鼓小英新南向 在政府一聲令下 國內大廠都把眼光瞄準了國際 台灣優質的農產品 再次找到大顯身手的舞台 今年還響應新南向的政策 將東南亞列入重點開發區域 五年後結果卻是GG 不過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臉書質疑 蔡政府上任後天天喊話新南向 但台灣經貿對中國的依賴是有增無減 新南向整體貿易而卻不盡反退 就是說現在問題發生了 才說我們現在開始來做 你新南向搞了四五年 那搞了什麼成果出來呢 嘴巴裡喊著新南向 結果是這樣子 你民進黨你從2016年執政 到現在2021年 五年你到底做了多少的事情 你一直講說要分散市場 要有新南向政策 結果我們來看一下新南向 幾年來花了230幾億 去推動這個新南向 我們對新南向國家的順差 不僅沒有增加反而衰退 到了2020年只剩下4000多億 我們沒有新南向的時候 順差是7000多億 推動新南向剩下4000多億 每一年逐年減少 大概損失了7000多億的順差 所以民進黨你到底在幹嘛 民進黨到底在幹嘛 繼續找理由甩鍋國民黨啊 當時興建計畫的面積 是232公頃 民進黨執政後 不但把建設移開藻礁西地 整個開發範圍也縮減為 國民黨規劃的十分之一 留下必要的23公頃 國民黨早已默默排定 重啟核四的公投案 甚至現在要支持協助藻礁公投 目的就是要用公投案海 掩蓋重啟核四的公投案通過 老師推給國民黨 像那個藻礁的事情也是一樣啊 現在環團對於民進黨破壞藻礁 有很大的意見 民進黨硬是要推說 他們已經把馬政府規劃了 232億的開發面積 說要才23億 就是在那邊檢討國民黨 但是環團的問題是說 蔡英文2013年自己說要藻礁永存 可是你現在要破壞藻礁 是你要去面對民眾的質疑 不是動不動出包就扯國民黨 這不會獲得民眾認同的 蔡英文留言藻礁永存 怎麼變成要重啟核四 817的腦洞比宇宙黑洞還大 無藥可救啊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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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